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今天小编继续给大家讲故事。 话说啊,很久之前,在洞庭湖内有东西两山,四面都是水。 如果想要游览两山,必须坐船才行,遇到狂风暴雨,往往就有人遇险。 然而住在两山中的人,却善于经商,所以富豪相身很多。 在西山有个富商,叫高赞,娶妻金氏,生下一男一女,儿子叫高彪,女儿叫秋芳。 秋芳比高彪大两岁,高赞请了个老先生在家娇儿女读书。 那秋芳天生聪慧,到十二岁时,就书史皆通,文章写得非常好。 十三岁时,女工刺绣样样精通,长到了十六岁,出落得亭亭玉丽,美艳非常。 高赞见女儿既漂亮又聪慧,不肯将她许配给一般人,定要找个读书君子,才冒双全地配她。 聘礼后博到无所谓,若对方人真的好,就赔些嫁妆也愿意。 所以,众多豪门富户,争相托美人来求亲。 高赞打听到那些子弟才不压重,貌不超群,并不像美人说的那样,所以不曾答应。 最后,高赞被美人哄得不耐烦了,对那些美人说道,今后如果真有人才出众的,就带他来见我。 若合我意,当场就定下来,如果不是,就不要提了。 自从高赞说了这句话,那些美人就不敢轻易上门了。 话分两头。 再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旺地区,有一秀才,叫钱青,自万选。 此人饱读诗书,通晓古今,长得更是一表人才。 钱青家是书香世家,产业微薄,不幸父母早亡,更加孤苦伶仃了,直到成年时,还没娶到媳妇。 直与老仆人钱星相依为命。 钱星每天做些小生意供给家主,也赚不几个钱,积一顿宝一顿的。 幸亏同现有个表兄,家里很有钱,就接他过来一起读书。 那表兄叫严俊,自博雅,与钱青同年生,都是十八岁。 父亲已经去世,只有老母亲还在,也没有定亲。 那钱青因家里穷娶不到媳妇,严俊是富家之子,为何到了十八岁,还没老婆? 其中是有原因的。 那严俊眼光太高,发誓要娶个绝美女子,而且长得又很丑,高不成低不就, 所以一直挑到现在。 那严俊虽然丑陋,却最好打扮。 俗话说,三分长相,七分打扮嘛,所以自我感觉良好。 而且他肚中一点墨水都没有,还偏偏喜欢卖弄才学。 钱青虽知和他不是同路人,却因要借他管的读书,事实都顺着他。 所以严俊很喜欢,御事都商议着办,聊得很投机。 有一天,正是十月初,严俊有个远房亲戚来访,叫尤臣,自少美。 是做生意的,很精明,曾借严俊些本钱,在家开了个果子店。 恰逢他在洞亭山买了几担成菊回来,装了一篮子,送到严家常常县。 他在山上听说高家选序的事,说话中偶然对严俊讲了,也是无心之谈。 谁知严俊倒是有意了,想到,我一向要说一桩好亲事,都不中意。 没想到这段姻缘在那里。 凭着我这般财貌,又有家产,如果派没人去说,再说几句好话,还怕不成。 高兴得一夜没睡。 早晨一起来,就到尤臣家里,说要请尤臣帮忙到高家说美。 尤臣一听是高家,忍不住笑了一声,说道,大官人别怪小人直言。 如果是第二家,小人也就帮你去说了。 若是高家,大官人还是请别人说美吧。 严俊问,老兄为何推辞? 这是你说起的,怎么又叫我去找别人? 尤臣说,不是小人推托。 只因为高老脾气有些古怪,不好讲话。 严俊说,这说没撮合,是天大的好事,除非他女儿不想嫁人了。 不然,少不了没人说何。 他就是再古怪,也该知道没人不可怠慢。 你怕他干嘛? 还是你故意作难,不肯成就我这桩美事。 这也不难,我就求别人去说。 若说成了,休想吃我的喜酒。 说吧,连忙起身。 那尤臣曾借了严俊的银子做本钱,平日里奉承他还来不及呢,见他不高兴了,连忙说道,大官人不要兴急,先坐下,再细细商议。 严俊说,肯去说就去,不肯去就算了,还有什么好商量的。 嘴里虽是这么说了,身子却又转来坐下。 尤臣说,不是我故意作难,是那老儿真的古怪。 别家都是像媳妇,他偏要像女婿。 只要他当面看中了,才将女儿许他。 有这些难处,只怕老儿无功,所以才不敢懒这差事啊。 严俊说,照你说,也很容易。 他要当面看我时,就让他看个宝。 我又不残疾,怕他干嘛。 尤臣不觉呵呵大笑道,大官人,不是冲撞你说。 大官人虽然不丑,更有比大官人胜过几倍的,他还看不上眼里。 大官人若是不与他见面,这是或许还有一二分的可能。 如果要当面看,是万分难成了。 严俊说,常言说无谎不成美。 你帮我撒个谎,就说我帅气潇洒,才高八斗,或者该是我的姻缘,一说就成,不用面看,也未可知啊。 尤臣说,倘若要看时,怎么办? 严俊说,到那时,再商量吧。 只求老兄诉去说美。 尤臣说,既然城门看得起,那我好歹走一趟就是。 严俊临起身,又叮咛道,拜托了。 说得诚实,你借我的二十两银子就不要了。 另外,美里花红还少不了你的。 尤臣高兴地答应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尤臣就乘船来到西山拜望高赞, 禀明来意,高赞热情地迎进府中,就问起南方向貌才华如何。 尤臣心虚地吹捧一番,把严俊说得貌若攀安,学赴舞车,高老非常高兴,坚持要亲眼见了再做决定。 尤臣见推脱不掉,只得心事重重地回来跟严俊商议。 严俊听后,愁眉不展,沉吟了半赏,忽然心生一计,就对尤臣说, 刚才老兄所说,我有遗迹,不难解决。 尤臣问,有啥好计策,我表弟钱万选,一向在我家一同读书, 他的财貌比我略胜几分。 明天我求他和你一起走一趟,你把他说成是我,哄过这一时, 等下了聘礼,不怕他抵赖不认账。 尤臣说,如果看了钱官人,没有不成之理,只怕钱官人不肯。 严俊说,他和我是至亲,又相处得很好,只求他冒个名而已,应该不会推辞的。 当夜,严俊就去找钱卿商量此事。 一开始时,钱卿坚持不肯,见严俊说话诚恳,又想到成了他那么多人情,只能勉强答应了。 第二天,严俊就去约了尤臣,又预先准备好船只,派安童和小姨两个仆从一同服饰。 吩咐他们,要把钱卿当自己家大官人称呼,不许露出个钱字。 过了一夜,一早起来,催促钱卿书洗穿着。 钱卿里里外外,都换了十新华丽衣服,行动相风浮浮,比之前更标志帅气了。 严俊请尤臣到家,同钱卿吃了早饭,小姨和安童跟随下船,又遇了顺风,杨帆直吹到洞庭西山。 天色已晚,就在周中睡了一晚。 第二天早饭过后,钱卿帽严俊名头写了拜帖,派小姨捧着,到高家门前投下,说,由大官人带着严府小官人特来拜见。 高家仆人认得小姨,慌忙通报。 高赞传话快请,贾严俊在前,由臣在后,走入中堂。 高赞一眼,看见那个小后生,人长得气宇轩昂,衣冠整齐,心中已有三分欢喜。 一番见面客套后,高赞请他上座,前卿自己签成是晚辈,再三不肯,只在东西边坐坐下。 高赞心里暗暗欢喜,果然是个谦谦君子。 坐好后,高公问道,此位就是令亲严大官人。 前日不曾问的贵名。 钱卿说,寡人自博雅。 高赞夸道,好名字,真是人如其名。 钱卿说,不敢。 高赞又问起家事。 钱卿一一对答,出此吐气,十分温雅。 高赞想道,外貌人品很不错,不知他学问如何。 可以先请先生和儿子出来相见,考考他,看看学问如何。 就吩咐家人,去到书馆中请陈先生和公子出来见课。 不一会,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儒生,领着一个学生出来。 高赞一一通明介绍认识。 高赞便对陈先生说,此位尊客是无将言博雅,才高八斗。 那陈先生已明白了主人的意思,便跟钱卿探讨起学问来,两人探讨了一会。 钱卿见那先生学问平常,故意谈天说地,讲古论金。 金的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连称,奇才,奇才。 把高赞乐的手舞足蹈。 忙教家人,悄悄吩咐准备饭菜,要丰盛些的。 家人听后,立即摆开桌子,端上五色果品。 高赞邀请他们入座,前卿谦让了一下,在客位坐下。 请客间。 山珍海味摆满了桌子。 这饭菜准备得怎么这么快,还那么丰盛。 原来高赞的妻子金氏,听说没人领着严小官人到来,就躲在客厅背后偷看。 看见一表人才,说话得当,自己就先中意了,料想高老必然是同样的想法。 所以,预先准备酒席,一等到吩咐,就流水式地搬出来了。 宾主共事五位,开怀畅饮,直吃到日落西山。 前卿和尤陈启深告辞,高赞心中很不忍,想再留他们几日,前卿哪敢住啊。 高赞强留了几次,只得放他们回去。 由于风向不顺,直到次日深夜,方才到家。 严峻一夜没睡,专等消息。 二人敲门进来,说了昨天的事。 严峻听到亲事说成了,非常高兴,急忙就在本月选了个吉日下聘礼。 果然,把那二十两借句送还了尤陈,作为谢礼。 就选了十二月初三成亲。 高赞得了如意女婿,况且嫁妆早就准备好了,并没有推脱。 日出日落,不觉到了十一月下旬,吉日将近。 原来江南地区娶亲,没有新郎迎亲的礼节,都是女方亲家和舅舅亲自送上门。 高赞因为选中了成龙快婿,到处夸赞,这次一定要女婿上门亲营,准备大开盐宴,请便远近亲邻喝喜酒。 先派人对尤陈说了,尤陈吃了一惊,忙来跟严俊商量。 严俊说,这次迎亲,少不得我亲自去一趟。 尤陈说,上次女婿上门,她全家都见了,这次又换了个面貌,教我做媒得如何说。 好事定然不成。 严俊听说,反抱怨起媒人来,说道,当初我说过,该是我姻缘,自然就成。 如果第一次上门时,我自己去了,哪见得今日进退两难? 都是你捉弄我,故意说得高老十分古怪,不要我去。 交钱表弟屁了。 谁知,高老很好说话,一说就成,并不难。 这是我命中注定,该做他家的女婿,哪是因为见了钱表弟才肯同意的。 况且,他家已接受了聘礼,他的女儿就是我的人了,敢说个不字吗? 你看我这次自己去,他怎么打发我? 难道赖我的亲事不成? 尤陈摇着头说,成不了。 人还在他家,你能狠到哪里去? 如果不肯把人送上轿,你也奈何不了他。 严峻说,多带些人去,肯便肯,不肯使打进去,抢回来。 就是告到官府,有生辰集贴为证,那是赖婚的不是,我并没差错。 尤陈说,大官人别说大话。 常言道,强龙男压地头蛇,你的随从虽多,怎比得过人家本地人。 万一闹出事来,缠到官司,那老儿诉说,求亲的是一个,取亲的又是一个。 官府免不得换媒人审问,刑罚之下,小人只得说实话,关系到前大官人前程,不是闹着玩的。 严峻想了一想说,既如此,索性不去了。 老你明日去回他一生,只说,之前已经会过了,本县没有亲营的规矩,还是入乡随俗,送亲吧。 尤陈说,使不得。 高老因为看上了家序,到处夸他才貌。 那些亲邻砖等亲营之时,都要来相认,这是肯定要去的。 严峻说,那该怎么办? 尤陈说,依小人看,没有别的办法,只得在求表弟前大官人走一趟,索性骗他到底。 骗得新人进门,你就靠家大业大,不怕他又夺了去。 结婚之后,也不怕他了。 严峻想了想说,话事有理,只是我的亲事,倒是让别人去风光。 求他时,还有很多难处呢。 尤陈说,事到如今,不得不如此了。 风光旨在一时,怎比得上大官人终身受用。 严峻又喜又恼。 当下送走了尤陈,回到书房,对前卿说道,贤弟,又要劳烦你一事。 前卿说,不知表兄又有何事。 严峻说,本月初三,是我大婚之日,初二就要去亲营。 要有劳贤弟去一趟,方才妥当。 前卿说,前日待劳,不过是小事。 这次亲营,是大礼,哪能要小弟代替啊? 这个绝对不行。 严峻说,贤弟说得对,但因初次会面,他家已经认得你了,如今忽然唤我去。 必然疑心,此事怕有变故。 不但亲事说不成,恐怕还要打官司,那时连贤弟也要牵连进去。 那不是因小失大,把一件好事给弄坏了。 如果是贤弟亲营回来,成亲之后,不怕他们闲言碎语。 这是权益之计,不要推辞。 前卿见他说得言辞恳切,只能答应了。 严峻又喊来吹骨手和一杆接亲的人,都吩咐了一遍,不许露泄风声,娶回新娘,都有重伤。 众人都答应了。 到了初二早晨,邮臣领着大家,食鱼之船,一起开出湖去,一路鞭炮齐鸣,好不热闹。 传到西山时,已经是下午,约莫离高家半里停泊下来,邮臣先到高家报信,接着安排亲营礼物和新人乘坐的百花彩轿。 前卿打扮好,成叫往高家而来。 那山中附近人家,都知道高家新女婿才冒双全,都来看,如同逢庙会一样热闹。 前卿坐在轿中,美如观玉,人们无不夸赞。 有妇女曾见过新娘邱芳的,便说,这一对夫妻,真是郎才女貌。 高家挑了许多女婿,今日果然被她挑着了。 再说高赞家中,大排筵席,亲朋满座,只听到鼓乐声。 门上人报道,新郎轿子到了。 众人把新郎迎入大堂,行礼完毕,给亲朋好友依依介绍认识。 众人见新郎标志,一个个暗暗称赞羡慕。 然后众人陪着新郎入席大贺起来。 前卿坐在席上,心想,我今日坐了替身,冒个虚名,不知何时真正轮到我呀。 料想不能如此富贵。 转念一想,反觉得没兴起来,酒也不想喝了。 高赞父子,轮流敬酒,很是殷勤。 前卿怕耽误了表兄的正事,急着想要抽身。 高赞留住,又坐了一回。 仆从的酒都喝完了,约抹到了四股时,小乙走到前卿席边,催促起身。 前卿娇小乙把赏钱散给众人,起身告别。 高赞猜着已是五股时分,嫁妆都已经安排装船,只等新娘上轿。 只见船上人都走出来说,外边风大,难以行船,且稍等一会,等风头缓了再走。 原来半夜里就刮了大风,那风刮得好厉害。 只因为堂中古月喧甜,感觉不到,高赞叫古月手停住吹打时,那风声吹得很响,众人大惊失色。 急得游沉直跳脚,高赞心中很不高兴,只得重新请入席,一面派人在外专看风势。 不一会,那风越刮越大,刮得乌云密布,雪花飞舞。 众人都起身看天,坐在一块商议。 一个说,这风不像一时半会能停住的。 一个说,这样的大雪天,就是没风也恐怕走不了。 众人都是这样闲聊着,高老和游沉非常郁闷。 又等了一会,风雪更大了,料想今日过不了湖了。 错过了凉晨吉日,残冬腊月,未必有好日了。 况且生肖古月,成幸而来,怎好叫他空手回去,正在千难万难之际。 中间有个老者,叫周全,是高赞的老邻居。 平时最擅长处理乡里之事,见高赞陈吟,无计可施,便说,依老汉于见,这是一点也不难。 高赞说,您老有啥好计策? 周全说,既是选定日期,岂可错过? 新郎既然已经在府里,何不就此结亲? 趁着筵席,拜堂成亲,入了洞房。 等风停了,安全回去,岂不是两全其美? 众人都说,好主意。 高赞正有此想法,很高兴周老说到他心坎里了。 就立马吩咐家人,准备洞房花烛之事。 再说,钱青虽然身在此地,本是个局外之人。 起初风大风小,也还不在他心上。 忽听到周全出的主意,暗暗着急,还以为高老未必听他的。 没想到高老竟然答应了,暗暗叫苦。 想去求邮少梅替他说几句话,没想到邮晨平时好酒, 一来天气寒冷,二来心情不好,只顾着喝酒。 现在已经喝得烂醉如泥,在隔壁乡防空椅子上呼呼大睡去了。 钱青只得自己开口说,此事百年大事,不可如此草草了事。 不如另选个日子,再来迎娶。 高在那里肯依他,就说,咱都是一家人了,不分彼此。 况且,你父亲已不在世上,可以自己做主。 说完,高赞进入内室去了。 钱青又对各位亲临,再三请求不愿在此结亲。 众人都是奉承高老的,都是忌口赞成。 钱青此时无可奈何,只能借口去茅房,到外面时,叫来言小矣一起商议。 小矣只交钱秀才推辞,此外也没别的方法。 钱青说,我已推辞了四次了,高老就是不从。 若再执意推辞,反而会起疑心。 我只能委屈自己,成全你家主人,若有苟且之事,天地不容。 主仆二人,正在讲话。 众人都聚拢过来,拉着钱青进入大堂。 午饭完毕,重新安排喜盐。 两位新人打扮灯堂,拜了天地,送入洞房。 夜深酒尽人散后,高赞老夫妇亲自送新郎进了洞房。 伴娘替新娘卸了妆束,催新郎休息。 钱青就是不答应,等到新娘先睡了,自己却出房去了。 丫鬟将房门合上,又催促官人上床。 钱青心上如小鹿乱撞,勉强答应了。 当晚就穿着衣服在床外侧睡下了,也不敢看新娘子。 第二天雪虽然停了,风还是很大。 高赞又摆严席庆贺,钱青喝得鸣顶大醉,坐到深夜进房,新娘子又先睡了。 钱青苦熬不过,依旧穿衣睡了,连小娘子的被窝也不敢碰。 又过一晚,早起时,见风是稍缓,就要起身。 高赞定要留过三天,才肯放他们走。 钱青傲不过,只得又喝了一日酒。 期间,被地里和尤臣说起夜间穿衣睡觉的事,尤臣口头虽相信,心里未必肯信。 事已如此,只好由他了。 再说新娘秋芳,自从新婚之夜,偷眼看那新郎,生得果然英俊潇洒,心中暗暗欢喜。 一连两夜,都不脱衣服就睡了,不知啥原因。 莫非是怪我先睡了,不曾等他。 此事第三夜了,女孩预先吩咐丫鬟,只等官人进房,先请他安歇。 丫鬟奉命,只等新郎进来,就替他解衣脱帽。 钱青剑势头不对,急得地跳上床去,贴着床里面睡下,仍然不脱衣服。 女孩很不开心,只得也穿衣睡了,又不好意思告诉爹娘。 到第四日,天气转晴,高赞预先准备了送亲船只,自己和老婆亲自送女儿过湖。 船头披红挂彩,古月震天,好生热闹,只有小乙受了家主所托,心中很不爽。 驾个小快船,先走了。 再说严峻自从打发众人迎亲去后,到初二半夜,听到刮起大风下起大雪,心里非常着急。 左盼右盼就是不见人影,是又担心有着急。 直到第四日,风雪停了,料想到肯定会有消息的。 等到午后,只见小乙先回报说,新娘已娶来了,还有十里路那么远。 严峻问道,即使已错过,他家如何肯放心娘下船? 小乙说,高家只怕错过好日子,一定要结亲。 前大官人替公子赞坐新郎三天了。 严峻说,既然结了亲,这三夜前大官人难道都是在新人房里睡的? 小乙说,睡是同床的,却不曾动他分毫。 严峻骂道,放屁。 谁会信他? 我托你何事? 你如何不让他推辞,静坐下这等勾当? 小乙说,小人也说过了。 前大官人说, 我是真心成全你家公子之事,若有半点违心,天诛地灭。 严峻此时,怒从心中起,恶向胆边生。 一把掌将小乙打在一边,气愤地奔出门外,专等前倾过来。 恰好传以靠岸,前倾心细,欲先嘱咐游臣缠住高老,自己先跳上岸。 自以为心中无愧,理直气壮,昂首挺胸地走到严家门前。 望见严峻,笑嘻嘻地正要上前作医,告诉实情。 谁知严峻以小人之心,夺君子之父,此时就是仇人相见, 分外眼睁,不等开口,便一头撞去,咬牙切齿,狠狠地骂道,天杀的。 你好快活,对前倾乱踢乱打,口里不停地骂道。 天杀的,好没良心,别人费了钱财,让你风流快活。 前倾口中不停解释分辨。 严峻打骂极了,那里听进去他半个字,家人也不敢上前劝架。 前倾被打极了,大呼救命。 船上人听到吵闹,都上岸来看。 只见一个丑汉,将新郎痛打,正不知是什么原因,都走来劝架,那里劝得开。 高赞盘问他家人,那家人料想瞒不过,只得实说了。 高赞不听还好,听到之后,心头火起,大骂尤臣无赖,骗人家女儿,也扭着尤臣乱打起来。 高家送亲的人,也都心怀不平,一起动手要打那丑汉。 严家的家人护着家主,就与高家从人对打。 先前严峻和钱青是一对人打架,以后高赞贺尤臣是两对人打架,结果两家家人,也都扭作一团打起来。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,把街道都堵着了。 恰好,此时本县县令,刚送走了上司回来,来到北门,见街上吵闹震天,是在聚众打架,停了轿子,叫不快全部拿下。 众人见知县拿人,都散开了,只有严峻扭住钱青,高赞扭住尤臣,纷纷上告,一时听不清是咋回事。 县令都叫带到公堂,逐一审问,见高赞年长,先叫他上堂审问。 高赞就把事情细细说了一遍。 县令问道,没人叫什么名字?在这里吗?高赞说,叫尤臣,先在台下。 县令又换尤臣上堂审问,开始时尤臣还只含糊抵赖,县令大怒,叫人取家棍伺候。 尤臣吓得只得把事情细细讲述了一遍。 县令点头说,这是实情了。 严峻费了这么多事,却被别人占了便宜,也怪不得他恼怒。 只是起先不该哄骗他人,便叫严峻,询问实情。 严峻已听得尤臣说了实话,又见知县与气温和,只得也说了一遍,两人口共相同。 县令最后换乾清上来,一见乾清英俊潇洒,且被打伤,便有几分爱怜之意。 问道,你是个秀才,读孔盛之书,知道周公之礼,怎么能替人去拜访迎亲,一起哄骗他人。 乾清说,此事原非婉生所愿。 只因严峻是婉生表兄,婉生佳贫,又在他家书馆读书,被表兄再三要求不过,勉强答应。 只以为是权宜之计,促成好事。 县令说,住口,你既为亲情而去,就不该与那女儿结亲了。 乾清说,婉生原来只代替他亲盈,只因一连三日大风,又有太湖隔着,不能行船,所以高赞怕误了婚期,要婉生在他府上洞房花烛。 县令说,你知道是替身,就该推辞了。 你那时答应结亲,难道没有个私心? 乾清说,一问高赞便知,婉生再三推辞,高赞不允。 婉生如果再推辞,恐怕会被他们怀疑,误了表兄的大事,所以全且成了大礼。 虽然三夜同床,婉生都是穿衣睡觉的,并没有亲犯分毫。 县令呵呵大笑说,自古以来,只有一个柳下慧,坐怀不乱。 你少年子弟,血气方刚,哪有三夜同床,并无亲犯的。 这话骗三岁小孩子吧。 钱清说,婉生所说句句实话,老爷如果不相信,可叫高赞去问自己的女儿,便知真假。 县令想到,那女儿若有私情,如何肯说实话。 当下想出个主意来,便叫属下传来老实吻婆一名,到船中检查高氏是否处女。 不一会,吻婆来回父之县,那高氏果是厨子之身,没有破身。 严峻在台下听说,高氏还是厨子,便叫喊道,既是小的妻子,不曾破身,小的情愿领回家成亲。 县令又说,不许多嘴。 再叫高赞说,你心里愿将女儿许配给哪一个? 高赞说,小人出十元看中了钱秀才,后来女儿又与她洞房花竹。 虽然钱秀才不曾碰过小女,也已是名义夫妻了。 若教女儿令嫁严峻,不仅小人不愿,就是女儿也不愿。 县令说,此言正合我意。 钱清心下不肯,便说,晚生此行,实在是为公不为私。 若将此女判归了晚生,那晚生三夜衣不解待的义气,就全没了。 宁可让此女令嫁,晚生绝不敢冒此嫌疑,惹人非议。 县令说,此女若判归他人,你过湖这两次替人匡骗,就是行为不端,会毁了你的前程的。 今日帮你成就亲事,就是为了遮掩你的过错。 况且,你的心计大家都知道了,女家两厢情愿,有何嫌疑? 休要推辞,我自有明断。 随即把高氏判归前清。 严峻所花的聘礼迎亲费用作为补偿前清被打的药费。 判完,叫左右手下江游臣,重打了三十大板,免他化供,不想使前清冒名一事让人知道。 高氏贺前清败谢,一干人出了衙门,严峻满脸羞愧,敢怒不敢言,抱头鼠窜,有好几月不敢出门。 再说,高氏邀请前清到船上,反而殷勤致谢说,若非贤婿才行俱全,连宪令都敬佩,小女几乎错配几了歹人。 今日要委屈,贤婿捅小女到家里小住几日,不知贤婿宅上还有何人。 前清说,小婿父母双亡,已无亲人在家。 高赞说,既如此,不如就在设下住了,老夫供你读书,贤婿意下如何。 前清说,若得岳父扶持,勇敢大德。 当夜开船离开吴江,次日早晨到了西山。 一山之人闻之此事,都当新闻传开了。 又知前清为人忠厚,无不钦佩仰慕。 后来,前清一举成名,考重进士。 夫妻偕老。 好了,故事讲完了,还请帮忙点个赞,祝你见年发大财。